今天我们要开始房车回北京了 同行的除了我老婆之外 还有我的妈妈 然后我爸在处理工作 等他处理完工作之后 我们就出发 那这次之所以我的父母会跟着我回北京呢 主要是因为前一段时间 我由于过度劳累 面瘫了 所以我戴个墨镜啊 这样可以不吓到大家 然后刚好我爸是中医 就是他可以通过针灸的方式去治疗我的面瘫 本来啊是想回老家治疗的 但是前几天突然接受到了一个工作邀请 我就要尽快回北京 把我的房车上牌 然后安顿好之后 我就要飞到祖国的南方 出半个月的差 那所以只能把我爸 作为一个行走的医生 待在我的身边了 现在就是收拾一下车里 等我爸的时候 我给你作杯咖啡好吗 你要做咖啡是吧 正好我买了一个新的垃圾桶 咱们试一下 看看跟 因为你这个做咖啡 每次都好多咖啡渣啊 那个垃圾桶太小了 而且挂起来也不太美观 只是想买一个高一点垃圾桶 可是这个也没高多少呀老婆 他得去装一下呀 他这个是 你看上面有说明书吗 你看上面有说明书吗 哇装好了 没想到他装好是一个这么高的垃圾桶 年纪也高 这样弄垃圾的时候就不用弯腰了 比如说你做咖啡 你就把垃圾桶放到这儿 是吧然后就好扔 然后或者是做饭什么的我就退到这儿 然后或者是我们吃饭的时候 你会放到看桌旁边 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个有点高的话 我会有个想法就可以把这个腿稍微拒一点 拒短一点 瞬间觉得 这个淘汰了你是不是 哈哈 而且是夏天还有两层小吃物架你看 这个可以放一些零食什么的 那样就是会选品 真的挺好的 这个垃圾桶的盖 这样拉开之后是可以滑进来的 关键是它这个设计还非常好 它可以干湿分离 有什么瓶瓶罐罐就扔在这边 然后有什么厨余的那种湿垃圾扔在这边 漂亮又实用 喜欢吗 喜欢 给你安排一个 安排一个 安排一个到家里 看上了 那现在就可以跟我妈做咖啡了 来吧 新垃圾桶用起来 这个小轮还很方便 跟咱们这个咖啡机还挺搭的 我刚才也看这个颜色真搭 这样我就不用担心 这个咖啡渣 就是 弄得到处都是了 之前我老婆一直批评我 一做咖啡 咖啡渣就 总是会弄到垃圾桶的外面 这个就比较大 这一点不错 包括我倒咖啡的时候 也可以在这接着 刚才我可以紧贴着这个台面 然后我就可以直接把台面的 这些咖啡渣 直接这样呼噜到我的垃圾桶里 它不仅是一个垃圾桶 还可以是一个零食框 那像我老婆平时 放在箱子里的这些零食 总是想不起来吃 那如果把它拿出来摆在这 就很显眼 这样如果有客人来的话 他可以看到咱们的零食 就可以随手吃了吗 是不是 对 有客人来了之后就这样 比如说像我妈 像个餐车一样的 对 来您好您的垃圾 来妈 你的咖啡 又喝到我儿子做了咖啡了 今天这个拉的是一个什么 拉的是个抽象牌 今天怎么没有拉出心来 像个小蜂蜴 最近消化不好 拉的不好 你这样的话怎么喝 你太坏了 穿这个 吃饭第一次见我们这个星 他这个卡座降平了也是床 以后咱们要跟儿子一块出去旅行 咱们就可以住到这 这平也是一个大床 双人床 这是电视 我那个卧室还有一个50寸的升降电视 这是燃气灶 烤箱 这还有烤箱呢 这是烤箱 这是微波壶 这都带铜锁 它能防止小孩的安全性 真够先进 这它入衣柜 这实用 这是衣柜 编棍太实用了 那个里面是升降电视 打开然后升起来 50寸的 然后它这个电脑就放这 这个也是可折叠的 现在我们一切准备就绪 准备出发了 Let's go 走到这个路上 那个爸有点饿了 正好我们带了点那个饺子 可以在我们的房车上热一热试 正好第一次用下我们那个微波炉啊 我们都没用过 现在我们是到了画绍营的服务区 好 来开房车门 第一次在房车上使用微波炉 估计咱这个热饺子中低火就可以吧 然后热个两分钟 爸你有多久没看过落日了 你看 你看那边 大平时工作忙都没时间 这么悠闲的 欣赏着美景 老婆你歇会儿 我来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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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是在高速服务区 但厉害 来吧 很热的 来 有点冒烟的 挺难的 开动开动 哎呀你看太阳 嗯 太阳 要落伤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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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